大家好我是Challin 這次想要來跟大家聊聊的是關於PC版RO先進傳說的遊戲現況 讓一些近期對RO有興趣或者是很久沒有回來玩RO的玩家們有一個參考 RO最早是在2002年的時候從韓國開始營運 然後到我們這邊之後開始營運到現在已經過了20年 前陣子才剛舉辦完這個20週年的活動 那相信也蠻多的玩家可能有回來看一下或者是稍微接觸到他的廣告 可能看完這個廣告但是也不知道現在RO到底在玩什麼 那我想說就透過我最近遊玩這個遊戲大概三到四年的經歷 然後跟大家聊一下各方面的情況 那因為這個遊戲已經過了20年 他的遊戲的內容已經非常的豐富 那到現在的話他還是有一些地方是可能會出錯或者是會斷線或者是會跳窗之類的 這也是現在這個RO跟以前到現在都沒有變的那三樣事情 Lag斷線修不好 到現在還是有甚至現在還會跳窗讓你的遊戲直接閃退之類的 那現在有改變的事情就是他的等級上限 再加上他現在的職業已經到了四轉 等級的上限的話現在是到了250等的base等級 那另外一個是技能等級他現在是50等 相較於韓國現在來說他們現在已經是260等了 然後他們的job到55等 如果依照台灣現在的版本進度來看的話 大概會在一年半左右 或者是快兩年才會追上他們的進度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版本其實還是落後蠻多的啦 這也是現在很多玩家詬病的地方 因為別的遊戲可能都可以追上大概半年左右的進度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落後非常的久 導致說我們現在很多東西看到韓國在玩很新鮮 但是我們現在都只能在那邊匹匹啦齁 那目前雖然台灣已經到了四轉的版本 但是很多的技能設計還是以輔助三轉為主 只有少數的職業可以享受到用四轉技能狩獵的快感 這方面其實韓國也一直有在做四轉的技能優化 台灣目前也有規劃要在2023年內做調整 假如想的四轉會很豐富想加入的玩家 可能要有等待的心理準備 再來一點就是為什麼他的上限開到250等 但是我只有240等 大家可以看到我左上角有一個狀態 這個就是現在的等級 這是因為 我就懶 沒有啦 最主要是因為現在的等級其實 到240等的話已經可以玩到所有的副本了 副本的最高等級上限就是240 再上去的等級其實就是提升能力值 然後去增加一點傷害這樣子 但是對於這個練功的時間來說其實差距非常的大 以RO來說現在如果你從1等練到230等的話 預計會花大概30到40個小時 那如果是從230到240之間的話 大概會花13到14個小時 這些時間都是沒有休息的 就是一直練功一直練功 然後就是有一些什麼經驗值的一些加成什麼都要把它算進去的 到了240到250之間的話 要封頂要花大概80個小時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很多的玩家乾脆就停在240等的原因 因為後面的那段路程真的是太遙遠 有點像很久以前我們在練轉身二轉99那種感覺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玩這個遊戲的話可以考慮一下自己的這個時間分配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聊的是關於這個伺服器的人數 目前RO的伺服器有三個 一個叫做玻璃 一個叫做查爾斯 一個叫做巴基莉 個別伺服器的情況大概是玻璃8000人左右 然後巴基莉大概5000人 查爾斯大概是2500多人左右 那這三個伺服器的人數全部加起來的話 大概會落在15000左右 那以一個線上遊戲的玩家人數來看 其實15000多人應該是算不多啦 相較於以前可能動輒就是幾十萬人同時上線這種的 其實RO的人數應該是非常非常少的 但是也並不代表說這個遊戲就不熱門 現在大家在巴哈的這個網頁還是可以看到他在那個熱度上面還是榜上有名的 這也代表說RO這個遊戲其實大家心中還是有一點懷念他或者是對他有興趣的 不過現在這個遊戲伺服器的人數雖然說加一加是15000人 但是要扣掉這些雙開或者是多開的玩家的情況 RO的多開並不是說只能雙開而已 有些玩家是直接12開或者是20幾開都不是問題的 甚至我自己在玩遊戲的時候可能會打一個副本 想要領多一點獎勵那我就一次開十字角色 然後就一直打一打一起拿獎勵 這也是現在RO比較常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會剩下大概7到8000人在玩這個遊戲啦 那如果是現在想要加入的玩家覺得說要練這麼多賬號 然後很麻煩或者是要練這麼多角色 有點就是力不從心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斟酌一下來加入 因為現在很多的副本都是以人頭數來領獎勵的 那如果你的帳號少或者是你的角色少的話 其實你就會輸給我們在講3000農夫就是 專門多開很多角色的 大家要衡量一下自己能夠對這個遊戲的投入是多少的程度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關於遊戲幣值的事情 現在的遊戲幣值大概平均落在 一塊台幣可以換15萬R幣 那15萬R幣到底是多還是少呢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如果說我今天穿著我自己打寶的裝備 打怪然後去撿掉肉去賣錢的話 大概可以一個小時賣到1000萬到1500萬左右 這邊要注意一件事情是RO在打怪的時候 並不會打死怪就拿到錢 我們必須要把它掉落的道具拿去賣掉 才會獲得金錢 那回到剛剛我所講的一個小時我大概打1000到1500萬的R幣來說 大概換成台幣也是將近100塊左右而已 這可能在外面打工的錢直接換成R幣 還比較直接一點 不過以一個遊戲可以一邊打一邊賺錢來說 其實已經算是還不錯的了 那也順便跟大家聊一下 除了R幣可以就是這樣賺之外 現在的賺錢的方式比較偏向於是 像我剛剛講的多開角色去領副本的產物 那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收集副本的產物之後去做成某一個道具這樣子 就不像以前可能打一隻王會打到什麼裝備 然後他可以賣掉很多錢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現在RO的一個窘境 比較少了那種打寶的快樂 都是變成是你有時間濃 那你就會獲得比較多的東西 如果想要靠著打寶賺錢的玩家 我覺得現在RO的環境 可能要再多想一下 那麼我們聊完R幣的取得方式之後來說明一下 R幣到底都用在什麼地方 首先我們在練功的時候會購買的補品 或者是消耗品都是由R幣購買的 或者是我們在裝備上洗腹膜的時候其實除了材料之外 還會有R幣的消耗 有的時候少的話是十幾萬 那多一點的話甚至到千萬都有可能發生 那接下來還有經驗的時候每點一次經驗都會有消耗R幣 尤其是現在新的武器跟防具 他們每一次經驗的話大概都是5萬或者是10萬在消耗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一個就是抽獎 遊戲中有一個可以用R幣抽獎 然後那些獎品的話其實都會有幾十塊到上千元的東西都有 每抽一次大概會花費180萬的R幣 一隻角色一天可以抽一次 如果角色夠多的話其實 這樣抽下去那個耗費也是蠻大的 那除了這些消耗的管道之外 我們一般在交易物品的時候 如果是擺在露天商店 超過1000萬就會開始扣5%的稅金 所以如果在露天商店擺了一個道具 它的價格是幾億 那在買賣之間他們中間會有一個稅金被抽掉 久而久之這些錢也是會被消耗掉的 那順便來說一下現在遊戲的環境 就是可能上千人做什麼事情 目前我會做的事情大概就是 練功打副本 然後逛露天商店 再來就是跟朋友們挑戰一些比較難的副本 因為現在很多的副本其實一個人是不能夠通關的 必須要仰賴很多的坦克職業或者是輔助的職業來 分擔一些工作之後才能夠通關 這也是現在RO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有存在於分工合作 那上述的這些事情 其實如果你一天要把它安排進去的話 也大概就是三四個小時就不見了 以練功來說我們現在比較習慣的就是大家一起組隊之後練一個小時 就是我們所謂的開呆呆 那一個呆呆就是可以讓我們的經驗值在一個小時內增加 那一個小時不代表說你上線就直接練功 因為你還要組隊或者是還要再 拿個東西或者是可能要上個廁所 所以其實光是 準備出團到出團這段期間 大概就會花掉一到兩個小時 那接下來如果你還要再刷副本的話 因為副本現在 大多時候都會花 5到10分鐘左右 如果你是那種比較簡單的 再難一點的話可能就20到30分鐘 如果同時一天有四個副本想要刷的話 那其實也大概一到兩個小時又不見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玩這個遊戲的話 可能要衡量一下你對於這個遊戲的投入時間 如果說每天只有一個小時能夠碰的話 那那個進度就會非常的緩慢 那如果是兩到三個小時的話 其實還OK 如果能夠超過三個小時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恰當的 因為這樣子你除了在練功打副本之外 你還可以去做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 不要一直做重複的動作 讓自己覺得很膩 然後覺得很有作業感 因為有蠻多的玩家都會跟我說 我就是好像每天都做一樣的事情 我可能就是去打一些副本 去賺固定的收入之後 我時間也不見了 然後我可能要存到某一個裝備 也要存很久 等我存到的時候 我大概也已經 失去熱情了 這也導致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遊戲其實他需要花一點錢 玩起來比較快樂 因為有蠻多的觀眾可能會問我說 那個無刻可不可以碰這個遊戲 其實無刻不是不能碰這個遊戲 只是因為初期 RB也不好賺 那個裝備不好 然後打怪也打不痛的情況下 產出RB的情況本來就比較難 導致說 初期的體驗非常的差 前面都已經這麼的差 後面又需要更強的裝備來支撐你的時候 無刻的玩家 大概就會經歷 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都在做重複的事情 這也是非常勸推玩家的地方 所以我都會推薦大家 如果要來玩這個遊戲的話 可以先去買一些商城的道具 然後賣給玩家 轉換成一些RB 讓你可以初期的時候喝水比較不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或者是你想要買一些簡單的裝備 你也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負擔 那到底這個遊戲要花多少錢才可以玩得起來呢 根據我之前做的一些實況的這個紀錄表單來說的話 其實現在的職業你要玩到230等 大概的花費會是5000到8000左右 5000到8000是包括它的消耗品 再加上中間每一個階段替換的裝備 算一算其實並不會到大家想像的 可能要好幾萬好幾萬才能玩這個遊戲 我有看了一下 別的遊戲可能抽個卡 或者是準備個裝備 就好幾萬就不見了 RO的裝備比較特別的是 現在的主線裝備 就是過任務就可以給你的 他就會把你準備四個部位 分別是鎧甲鞋子 披肩跟飾品 我們只要負責他卡片的花費就好 那剩下比較花錢的地方在於他的武器 還有背面的影子裝備 RO的裝備有分兩頁 一頁叫做正面的裝備 另外一面叫做影子裝備 影子裝備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 附加的裝備 換句話說就是官方 要額外賺錢的那個裝備 那除了剛剛提到的武器比較花錢之外 其實蠻大的花費都是在背面的影子裝備 因為遊戲裡的怪物會有一個防禦值 如果我們都沒有對這個防禦去做破防的動作的話 我們打出來的傷害就會是直接打了大概30-40%的這個折扣 如果是法系的玩家的話可能會再折扣更多 所以我們必須要靠著影子裝備的部分來做破防的動作 那影子裝備的話根據每個職業的取得難度不同 大概就是400塊到可能上千塊都有可能發生 其餘的預算可能就會花在服飾或者是他的一些投罐的裝備 因為投罐的裝備 主線任務是沒有給你的 我們必須要另外製作 那我們花了4000到8000 練到230層之後 可以做多少事情 其實這樣子已經可以打8成以上的副本了 剩下的副本 即便你的裝備再好 還是需要團隊合作才能打過的 像我現在的裝備可能4-5萬 但是我能夠做的事情可能跟4000到8000的玩家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不一樣 因為遊戲的副本其實並沒有那麼的豐富 我們現在雖然開了4轉 但是4轉後的副本其實沒幾個 這也是我覺得現在RO的窘境 雖然說我們有砸錢去提升裝備 但是沒有辦法獲得他的一些裝備的快樂 久而久之就會有一些玩家把他的裝備都賣掉 然後可能就穿一些簡單的裝備就能夠做一樣的事情 假如大家想要在這個時候投入遊戲的話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對遊戲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是想要挑戰副本的話 那OK但是現在副本的數量也不多 然後他的變化也不多 比較多是在欺負玩家 不太像是要讓玩家想要過關的副本 那如果是想要玩職業培養的玩家其實很OK 因為現在的職業已經到了次轉 那如果你以前沒有玩過三轉或四轉的玩家 你可以體驗非常非常長的這個新鮮期 如果是想要以交朋友為目的的話 可能要選好伺服器 因為我們現在老查這個伺服器 人數才2500到3000 大多的玩家都是孤狼型的 上線就打個自己喜歡的副本 就下線 就是一個養老伺服器 如果你去比較多人的玻璃 叫做線上遊戲 我們這個伺服器人很少 所以叫做上線遊戲 不過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到查詞伺服器來逛一下 如果人數再小下去的話 也許就會再跟別的伺服器合併也不一定 總有一天我們都會相見 大家不用擔心 接下來要來談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就是外掛到底還在不在 很遺憾的必須說還是在 那他現在的話主要分為兩種 一種是比較笨的聚集 比方說使用招式之後 然後用貪婪技能去檢取道具 這個貪婪技能如果你不是鐵匠系列的話 他必須要去購買特殊的裝備才可以使用 也因為這個技能的限制的關係 大部分的聚集外掛 都會是屬於鐵匠這個系列的職業 那他比較常出謀的地點是在火2 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還有人 那這種聚集的外掛比較常出現的地點就是這種 火2的地點像這邊就有一個啊你看 固定做動作就飛走 我想說來這邊看一下結果還真的遇到了 這就是這個聚集外掛的一個情況啦 那我們稍微再繞一下 他們大概就是打完怪之後按一下貪婪 然後再在瞬間移動飛走 他要是我再 再偷懶一點就會跟他差不多像 87%像 不過因為現在居射已經有在對這種外掛進行驗證碼的處理 所以如果他們在這個地方沒有特別的去顧的話 遇到驗證碼大概就會出事情 我們大概再稍微逛一下好了 也許我這樣打一打就會出現驗證碼 我也是沒遇過 聽說那個驗證碼 好像幾秒內要打完 也是蠻緊張的 這邊有一個再有一個 放完招式之後 然後貪婪 然後瞬間移動 這個就是比較第一種 比較自視化的劇集 那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 號碼記下來 然後去官方對他做一個 檢舉 不過官方會不會理我們就是另外一回事 那介紹完第1種外掛作我們來看第2種 第2種的話是比較厲害的 有點像以前的小黑窗 他們會去找指定的怪物去打 這種就比較高端一點 他通常會出現在這個 微森林的地點 應該這邊馬上出來就出現 有沒有有沒有 藍環之神 銳色銳色 然後銳色 馬上點 他那個撿東西的速度根本就是有訓練過 馬上就撿東西 而且他一撿撿兩個東西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這個就是屬於第2種會自己尋怪 打怪的外掛 那他們頭上都會帶這個叫做墨蛇軍帽的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你打死怪有機率會掉落一個箱子 那個箱子可以開出一些比較好的消耗品 這也是外掛們常常在掛的一些道具 那這就是跟大家講一下現在 RO還是有外掛的情形產生 大家如果真的還想要加入的話可以了解這個情況之後再斟酌一下 我們只能夠盡量不要碰他們的產物 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不要去助長他們的生長就好 最後我們來聊一下關於現在RO比較值錢的寶物是什麼 讓大家有一些憧憬可以進來想要賺到這個東西 首先第1個王卡最貴的就是所謂的沙拉卡 他的價值大概是20萬台幣左右 他的功能是讓我們的角色受到傷害的時候最多只會承受40%的傷害 可以說是一張所寫的卡片 那這張卡片其實在打副本的時候 功能性不會到這麼的神奇 他的神奇的點是在打成戰的時候 因為成戰的時候我們基本上進去 如果你沒有穿抗裝的話 都是直接一下進去就直接出來了 即便有抗性 他們還是有一些辦法可以把你這個抗性的東西給 就是針對掉 那如果我們有了這張沙拉卡的話 你只要補品按的夠快 基本上你可以在裡面坦很久 這也是成戰的玩家們他們在互相PK之間 非常重要的一張卡片 那這張沙拉卡除了他本身效果好之外 他其實他也非常難取得 因為他的副本是7天才能打一次 掉落綠宙0.0幾%的情況下 其實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才能夠刷到 那曾經有一位觀眾跟我說他有刷到兩張 第一張是花了4000場才刷到 第二張是花了9000場才刷到 平均一場要花15分鐘才能刷的情況下 他也是投入了非常大量的時間才刷到的 真的是非常的佩服啊 至於大家比較熟悉的黃金重卡 他能夠讓別人對你的魔法效果無效 他現在的價格也是降到大概2萬多左右 因為現在後面新出的王 他都會直接給你一個效果 就是黃金重效果無效化 官方就分明不想要讓玩家太好過關這樣子 這也讓許多的玩家覺得很肚爛 不過後來也有出很多的新裝備來搭配不同的MEP網卡 讓那些比較舊的網卡 可以死而復生 這些特別的裝備都是台灣自己出的 而且他無法透過打副本取得 他只能夠透過轉蛋來獲得 也是我覺得現在台灣他們賺錢的一種模式啦 就是出一些特別的裝備來吸引玩家們去購買 而不是叫大家去打副本去獲得裝備這樣子 那大家也會發現我們剛剛講的都是屬於比較偏向於是低機率取得的 或者是轉蛋裝的東西才有價值 那除了這些東西之外難道就沒有其他有價值的東西嗎 那其實是有的 但是這些東西比較偏向於是帳號綁定 或者是他需要是附魔付得好的情況下才來賣好價錢 像是以前有一個副本叫做紅膠副本 他可以打出一個附魔石 那這個附魔石可以影響到一個技能的輸出頻率 當時我記得一顆附魔石如果是對到的話他可以賣5000多塊 但是隨著玩家們不斷的去刷這個副本 再加上他可以農幾天之後固定取得 目前那個石頭的造價已經剩不到50塊了 寶物的價值他跌幅非常的快 只要隔一個月或是兩個月他就比較不會有價值 所以官方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就會讓以前的裝備再進化成更強的裝備 只是他要花費更多的材料或者是經典的費用去提升 這件事情也是玩家現在比較難以接受的 那些材料如果是靠農的還好解決 但是經典的部分 這件事情是逃不掉的 我們必須花費商城的道具去防暴 或者是去提升機率 然後去提升到一個階段之後 才能夠獲得他的能力 即便我們不用花錢去抽轉蛋取得這些裝備 舊裝備要提升成新裝備的花費 並不會少於我們抽轉蛋的錢 久為久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越花越多錢 然後獲得的快樂又不多 我現在在這個遊戲裡投入的金錢大概是20萬左右 那其實我並不是把這20萬全部都投資在同一個角色身上 我自己是有玩的大概十幾種職業 然後都有把它培養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我花這些錢是讓我獲得每一個職業帶給我的快樂 而不是被單一職業的裝備去綁架 因為我知道這個遊戲現在即便你花了錢再多 能做的事情就還是有一定的程度 那不如就把這些錢平均分配在每一個職業能夠帶給你的快樂 這樣子我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是比較享受的 這也是讓想要在RO投入金錢的玩家們有一個心理準備 並不是錢砸得多就會快樂 你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 再去投入相對的金錢 這樣子我覺得是比較好的回饋 那也希望以上的介紹對於在觀望RO這款遊戲的玩家 或者是想要回過的玩家們有一些參考 RO雖然是一款老遊戲 但是他在遊戲的系統 或者是他在打擊上面的快感 我覺得還是很多遊戲不能做到的 那怎麼有點像在工商RO先進傳說 假如大家想要來入坑的話 兩個字 快逃 沒有啦這個遊戲還是有很多快樂的地方 也不要太有壓力就玩玩看 那不喜歡就離開喜歡的話就繼續投入而已 如果對於遊戲的現況有一些想法 或者是有疑問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區 在上面做一些交流 我是Challit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